有一位成绩非常优秀的女青年 去应聘一个大公司的经历职位 她通过了第一级的面试 最后是董事长面试做最后的决定 董事长从该女青年的履历上发现 这位青年的成绩一贯优秀 从中学到研究生从来没有间断过 董事长问 你在学校里拿的是奖学金吗 没有 是你的父亲为你付的学费吗 我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我的母亲给我付学费 董事长说 哦 那很高昂的学费啊 你的母亲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啊 女青年说 没有 我的母亲是给别人洗衣服的 董事长说 啊 你把手给我看一下 该青年把一双洁白的手伸给了董事长看 这个董事长说 你帮你妈妈洗过衣服吗 从来没有 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 再说母亲洗衣服比我快得多 董事长说 我有个要求 你今天回家 给你妈妈洗一次双手 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 这位女青年 觉得自己录取的可能性很大 回到家 高高兴兴的要给母亲洗手 母亲受宠落惊的把手伸给了孩子 这位女青年给母亲洗着手 渐渐的眼泪掉了下来 因为她第一次发现 她母亲的双手都是老茧 有一个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 还痛得发抖 这位女青年第一次体会到 母亲就是用这双带有伤口的手 洗衣服为她付了学费 母亲的这一双手 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 这位女青年给母亲洗完手后 一声不响地 把母亲剩下的所有要洗的衣服 全部洗干净 当天晚上 母亲和孩子聊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早上 女青年去见董事长 董事长看着这个女青年 红肿的眼睛就问道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昨天回家 做了些什么吗 我给妈妈洗完了手之后 我帮母亲把剩下的衣服 全部都洗了 请你告诉我 你的感受好吗 第一 我懂得了感恩 没有我的母亲 我不可能有今天 第二 我懂得了要去和母亲一起劳动 我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 第三 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 董事长说 我就是要录取一个 懂得感恩 会体会别人辛苦 不是把赚别人的钱 当做人生第一目标的人 来当经理 你被录取了 这位女青年后来 果真工作努力 深得职工的拥护 员工们努力工作 整个公司的业绩 不大幅的成长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假如一个小孩 从小你对他娇生惯养 习惯了被人围着宠着 什么都是我自第一 那就助长了他从小的我向执着 父母的辛苦他们不知道 上班后 他们会以为同事都应该听他的 当了经理 他也永远不会知道 员工的辛苦 还会整天的怨天尤人 社会上这类人 他不能成全大事 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幸福 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 都会犯错和栽跟头 所以学佛人要学会感恩 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 当你住在大房子 吃好的 用好的 或者在学钢琴 看大屏幕电视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父辈们经过他们辛勤劳动的所得 作为父母 当你在割草的时候 你也要让孩子在太阳下拔草 你在吃饭后 你要让孩子去洗碗 不是你有没有钱雇人 而是在你真心的爱孩子 要帮助孩子 去除我像 啊 啊 中文字幕——YK